Hello 大家好 今次打這個異形少女 她的陷阱主要是這個石場 就是Block 以及小怪會有這個反石怪 盡量可以的話就不要帶貫通 印象中貫通反Block的我們台版暫時不多 所以都以反石為主會比較多 這次應該是柳生十兵衛會比較好打 好像是反石牆 還有這次光屬的呼籠林 那把槍也是反石牆等等 無火金重我相信就是想到是白蠍靈 其餘只有一些 例如秦始皇的神法 其實不難打 首先這關不難打 主要的小怪都很麻煩 你看到最上的嘟嘟咀是同時有級飛彈加上防濾石 其實她這個最強防守 因為怪彈兩個最強的友情技 激光和導引彈都可以防曬 那你說是否厲害 所以就打一天 打一天都OK 這關電擊 打一天有電擊 對了 木天 木天應該會的效果比較好 我不是很肯定 因為我這個是無火金 所以才會打一天 如果不是應該木天的效果更好 另外路西法 因為路西法的能量環 某程度上 都不受石牆的影響 可以破到石牆的 其實路西法的甜甜圈 就是這樣 基本上 硬斑是黃也可以的 其實這關的攻擊力不算太高 黃的攻擊力不算太高 但是就麻煩 地方就是 很多時候 如果你沒有反擊石牆的話 你就沒有一個有效的技巧去對戰 黃或者一對小怪的輸出 所以我們要用強力的友情技 這關用電擊其實我覺得效果不錯 用電擊的效果非常不錯 對 這裡沒有什麼東西要說 我覺得這隻怪物 這隻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這隻叫 師傅拉 師傅拉是希臘神話的 一隻 水妖 一隻妖魔 上下的物體 其實她的身世比較差 本身是河神 水神的其中一個女兒 話說有一次在河邊有一個很帥的漁夫 這個很帥的漁夫 看到這個師傅拉就愛上了她 這個漁夫雖然很帥 但師傅拉就對她沒有興趣 完全不喜歡 經常避開她 不接受她的愛意 這個帥的漁夫很迷惘 這時候她就向這個女巫 這個女巫 這個女巫 是叫...很難讀的名字 因為她是非常精於用毒的 這個是不是...好像不是 這個我記錯了 我記錯了這個是... Saber裡面的騎士 應該不是這個 然後繼續說回她 那漁夫就向這個女巫 求助 一些降頭的類似 可以令到這個師傅拉愛上自己 但在這個時候 這個女巫見到這個... 雖然這個漁夫英俊 有師傅拉不靠她 但這個女巫見到這個英俊 是漁夫之後就... 向這個漁夫示愛 那奈何 這個漁夫就不喜歡這個女巫 對啦 她第一心就是喜歡師傅拉 那這個關係都很複雜 就是... 女巫喜歡那個男 男就不喜歡她 她就喜歡師傅拉 師傅拉又不喜歡她 對啦 那當然師傅拉就不會喜歡那個女巫 對啦 就是這樣的關係 於是這個女巫就很生氣 對啦 她就... 她就... 將這個... 憤怒 竟然去... 轉移去... 即... 覺得這個一切的元兇 都是這個師傅拉 才會搞成這樣 於是她就用毒 對啦 用毒就... 想毒害這個師傅拉 一來就生氣 二來就... 覺得這樣可以令到那個漁夫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愛上自己 那她用毒就趁這個師傅拉 洗澡的時候呢 就在洗澡水裡落毒 對啦 那師傅拉一碰到這些水之後 就變成一個非常可怕的蛇妖 你可以看現在怪誕那個... 形象啦 呃... 很慘啦 總之是一個... 都算靚女來的 對啦 還有我覺得整件事她都很無辜 因為她什麼都沒有做過 對啦 她只是不接受那個漁夫的愛意 那她都... 這個故事都幾無奈 其實這個角色是飛劇角色啦 對啦 你看到怪誕裡面她的形象都不是哭 都很慘 因為她真的很無辜 這個王的大忌可以留意一下 那... 不需要害怕的 這個大忌... 我... 這關我記得這場是... 我會令到這隻王開大忌 不需要擔心 那我跟你說一下大忌是什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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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師傅拉 最後就變成這個蛇妖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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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沒有任何願意得著的 對啦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意思 對啦 又不是有什麼好人有好報話之類 根本就... 罵劇啦 即是類似... 其實我這些... 呃... 反而這些很適合沙士比亞風教 即是這些她喜歡悲劇的 即是悲劇收場 這樣就適合她 對不對 哇...繼續說回這關吧 八奇開線了 其實這一刻為止 我都覺得正如可以超速到 14個回合 對啦 14個回合 加上我絕招 但其實這... 這隊的絕招 就真的一般 對啦 這個八奇靈的絕招 我覺得是不好用的 對啦 非常老實說是不好用的 直接說啦 大黑天的絕招 不用說了 即是今時今 我相信都不會再有... 即是... 我不是說她廢 但就... 沒有一個瞬間輸出的 瞬間輸出的能力 即是她頂進扣90多萬 就是90多萬的了 還有她的爆炸... 有時有爆炸的地點是很詭異的 你很難捉摸到她的爆炸的位置 為何會在那個位置 簡單來說呢 這隊只剩下路西法 有一個瞬間爆發的能力 兩回合 我覺得... 其實沒用不到 這裡看回... 因為我主要靠有情技 其實整場都是靠有情技 有情技其實很固定 大黑天如果沒有東西疊的話 大黑天的有情技其實不厲害 要有東西疊著才厲害 有盾、有怪疊著才厲害 那這裡我就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大招 我想盡量遠離她 結果原來我的大招也是這些乾神色 那你發覺是不痛的 只要你不是近身吃正 重疊激乾的話 我相信你也不會死的 知道這件事之後就很放心 但應該超速不了 沒有這個能力 他超速了 但還是會死 下一回合會向上移動 應該死不去 他會向右上角移動 他會向右上角移動 心就變金心 死命一定沒問題 但超速應該比較窄 對,窄一點 上有五回合 腳心水清 你也知道是不可能的 對吧 這裡就可以不開了 這裡就可以等下彎 路西清一清怪 不過長空一點 可以拉線 拉得舒服一點 對不對 這裡先爆技 先不要說那麼多 希望你爆死的小怪 那你路西開號令清場熱 一隻白不死 非常好 非常好 對,沒有了 打天的絕招是這樣的 即是他的極限就是這樣的 你沒有要求他 怎樣扣多一點 好了,這裡就 我已經沒有希望了 對超速來說是沒有希望的 那沒辦法有石牆 那八旗靈 還是要聚能才有反方 其實這個號令是沒什麼用的 對這隊是沒什麼意思的 因為四隻都沒有反場 那這裡沒有辦法打多血 對了,開技了 看看能不能放牆 當然是妄2放到的 說真的,放不到 放到上去有機會可以有1秒的能力 那放不到就更加不用想了 三回合大技,小心小心 殺不死不要緊 因為他會向右下移動 那你殺不死也不要緊 那你那些人就麻煩,不要貼上去 其實去到大技都不算 即是如果你不埋身 其實不算易中 這裡已經走定路了 你看到我 好,其實如果去大技之前 如果他用風扇吸你 你就會PK 但幸好他的設計 沒那麼賤 如果是的話 你根本就死定了 即是如果他用大技前 用風扇扯你 然後再爆技 那我相信你一定會死 但是怪鬼但他不知為何那麼體貼 他這麼做 他竟然不敢做 他竟然不敢做 好啦 那8回合後才會用大技 你也不會拖到那麼長 對不對 不然 超速不到 因為因為可能 非課金 而有強力的反反反法 那是少аша 所以我只能夠過關 超速就難一點 如果不超速的話,其實反版快也不多 不算多,特別是我有 如柳生十兵,有些我沒有 你冷嘗嘗,B,不要動,跳下去 跳下去,B 這次的影片就先到這裏,下次見,拜拜